哎呀呀呀呀呀阿奶回来了 哎呀这这又两手空空 这北条的钱真难赠啊 不像你那俩儿子啊 没一个像你还对你那么殷勤 我叫王奶奶 我是个杠金 然而 过年了 阿奶小时候不是学习挺好的吗 怎么现在混成这个样子 那也从比弟弟小时候学习不好 长大混得也不好强吧 诶诶诶 小时候好的越过越平 平凡是真 像您家那样大混当了我可承受不起 还先做好看再来的 诶 那阿奶找男朋友呢呀 不计是不好找的呀 现在男孩子家里真的要死 要找一点条件好的女孩子 一般女孩子家的不会要的 是是是 咱家是一般 条件好的女孩也不能要他们呀 就比如你儿子 你知道谁会要他们吗 谁要 就50岁以上的父亲帝国带撒孩子 阿奶还真是嘴上不饶人啊 啊 阿奶从小就这样 是的呀 要是阿奶性格再好上一些 也不至于找不到男朋友的呀 毕竟长得还是可以的嘛 也不娇贵 好养活 女孩子还是要做家庭妇女的 老公嘛 经济适用就行 太优秀咱也配不上 那你做家庭就无辜也离了嘛 那后半辈子还不得靠自己过呀 那你过好歹 活后还分了几十万呢 等孩子长大了 还给妈寄些钱呢 我要再奋斗几年 我也能一年赚好几十万 我要有孩子的话 可能一年不仅没给我钱 还得看我老婆 我 好了好了 别说了 大家吃饭吧 那个阿奶 去拿点水果吧 好 今年年夜饭 各位保证 我叫王奶奶 我有看人不上综合证 为什么总有人气味这么重 真是不尊重人 您吃饭了没有 您吃饭了没有 我去 说话那么大声 真是没有素质 这个女生总是凶巴巴板着脸 以为自己了不起吗 然而 喂 换了 现在在搬家公司 一天天实在累的不行了 回家倒头就睡 要不是家里闺女要念书 我就回老家种玉米了 奶奶 我给您买的藕粉 您喝了吗 我说 给您买的藕粉 您喝了吗 行 好好 那您注意身体啊 每个人都有难言之疑 喂 啊 你不要以为你头一挖就可以什么都不知道 孕妇在这儿你不知道乱坐啊 嗯 有没有功德心 不好意思啊 我没看到 来你坐 坐 老婆我约了 老婆 两个老娘在外边找小三 都给人家整搭肚子了 还说没有 这就是路上 不然你能那么上心吗 鬼才信呢 没有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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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啊